光复香马佛及香草厂部落受限于聚会所公共建筑空间缺乏 导致部落文件站没有办法发展的健全 香公所特别向上争取获得圆明汇金会补助辟件部落聚会所 继马佛之后香公所也邀请了香草厂的部落族人来召开工程计划说明会 要听取地方的新生建议 光复香香草厂部落未来的聚会所会是长怎样 光复香公所与规划公司特别召开了工程说明会 向族人说明也和部落族人共同讨论 部落族人争取多年 今年度聚会所终于能成行 不仅部落族人引颈期盼 现议员蔡一静也高度关切 特别来参加说明会 但我也是蛮希望说我们在之后呢 在可能在香草厂那边聚落里面 我们再来办一次的让居民更多的参与 然后时间上就配合部落可以的时间 让大家可以有其他的选项 地方各界高度关注的香草厂部落聚会所建设案 相公所也不敢怠慢马虎 慎重其事 希望未来能建制的部落聚会所 更能符合部落真正的需求 我们整个光复香目前有四个文件站 那文件站一定要有个公共的空间 让它来办理 所以我们积极的来申请这些聚会所 其他像大兴啦 还有其他土地没问题了 我们租来来完成它 希望每个部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活动 活动的空间 可以展现他们的特色建设 109年度 原民会核定光复香香草厂 马佛两大部落的聚会所批建案 一例部落设置文件站 关怀照顾部落长辈 乡长林清水也进一步表示 另外还有大型部落 相公所也将会全力争取推动 落实部落在地照顾 在地老化的福利政策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